Ayo大家好我是MC哈的熱狗 AKA差不多先生 AKA平民百萬歌星 AKA廢物 我在酷斯代潮流生活網 AKA平民百花齊放百家生命的感覺 因為現在真的是網路時代 就是做音樂變得很輕鬆比較容易 然後人人都可以是rapper 人人都可以玩音樂 就像你只要稍微有一點sense的人 他其實做出來的東西他就不差了 所以我覺得在大家都不差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你要凹出頭 或讓人家覺得你很厲害你很驚豔 我覺得就是你必須要有強烈的個人的特色跟風格 我覺得是現在你一定要有的一個思維 先不要講音樂好了 你講HIPHOP的外在的那種穿著美學好了 其實就已經變了十萬八千里了 你看就是穿很緊穿很怪 然後又寬鬆又回來 你光從這種外在的東西就已經變化那麼大 你更何況音樂本身 沒有那麼嚴肅 比如說新的音樂曲弓 新的這種像trap什麼的 他會流行他是真的有原因的 就是你聽了你會覺得 對對對他就有一個 律動感有一個廢感有一個空靈感 他這種音樂確實也可以找到位階 我也做這種東西 可是我當然會想我要更酷一點 對因為trap其實很容易陷入一個俗套裡面嘛 不管是編曲也好或者是他的唱腔也好 我們這些比較有底子的人做這些音樂 當然會想要我要特別演 我的歌詞可不可以更酷一點 對我是不是在某些東西我的副歌 還是有那個廢感 可是我言之有無一點 如果你喜歡創作 我已經講過這是一個非常 快速便利的年代 而且你確實有機會紅了 你看所有那些莫名其妙爆紅的素人或歌 其實他們裡面都是非常有創意的 他不會是一首非常平庸的歌 突然就紅了 他一定是非常有創意 或是非常抓惡 就是你喜歡你就去做 你就去發歌 你就去看大家的反應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你可不可以 繼續走下去 成為你的工作 你自己會有感覺的到 旁邊的人也會跟你講 對所以我覺得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可是我就是真的一再強調就是 雖然大家都不差了 你一定要有強烈的個人風格特色 你的辨識度在哪裡 你的創意在哪裡 不然就真的大家都一樣 對 我自己是喜歡 他不會特別拘泥在某一個風格上面的 就他的風格是多變 太堅持於 Old School風格 其實老實講我也不是太喜歡 你都一直做TRAP 然後做出來的東西也沒有特別厲害 然後就是都一樣 其實老實講我也覺得你遜遜的 我覺得真正 我喜歡的 我是他新舊風格都可以駕馭 其實很多 是非常支持我的歌迷 他們都覺得 熱狗已經寫不出歌了 熱狗現在就是在混 然後熱狗就是 他就是那樣子 他就是去賺錢 他也沒有在管什麼音樂 可是我這張專輯我覺得 起碼大家 不會再這樣想 對他們是覺得 沒有熱狗這次好像是完真的 因為現在是一個單曲 快速 流量的年代 那為什麼我還是堅持的去 做專輯 因為其實我更多時候我是討好自己 要跟任何人都沒有關係的 其實這張專輯出了 他賣的好不好 賣的很爛 你要讚美還是你要怎麼罵我 其實我根本不管 其實更多時候我覺得對我來講是 我對我自己的一個交代 這張專輯就是我這幾年 我經歷了一些生活或想法 我要對我自己有一個交代 對我的 饒舌的生涯 或甚至是人生的一個旅程 我希望可以大家可以感感受到 就是我的力量 然後就是熱狗回來了 這樣 其實老實講是沒有 因為寫歌的當下是 根本不會管這麼多的 如果我從一開始寫歌 想這個編曲怎麼樣 我就要想到說一些 多樣化或什麼市場性的東西 起碼我是不會這樣想 我寫歌創作的時候就是 忠於當下 就這首歌 他該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就是什麼樣的感覺 比如說我寫 HEPOP沒有派對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我當下就是 就是TRAP 對那寫 Do you remember 的時候 當下就想到一個 我就知道這首歌我編曲 所有的配置我到最簡單 最簡單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是在你 寫歌的時候你就有 想像他最後的成型 那我都是比較忠於他 我不敢說最後是百分之百 一定是這樣 可是就是 起碼會忠於他原來的樣子 往那個方向前進 我覺得應該是 比較就是大師兄回來 這種感覺 因為其實忠於自己 我一直覺得 我都很忠於自己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什麼我變了 什麼什麼 我覺得你講我變了是 沒有錯的 因為其實 人都不斷的在變 20歲到40歲的過程 他就已經不知道心態 光那個生活就已經不知道變化多少 那你更何況是一個 創作者 他反映在音樂上面 我承認我也不斷不斷的在變 可是某種程度 我也覺得我從來沒有變過 你知道我很忠於我的 每一個階段每一個階段的生活 或歷練 過的是年紀 就是 我現在就寫不出我20歲的歌啊 你要我硬去寫20歲的歌 我覺得這反而是不忠於自己 你知道我現在就是 就是生活比較爽 然後 我也不知道要罵什麼 因為我像 HIPHOP沒有拍的人 我講過了完全 我明明就已經獲得很多 你硬要我去 未復心思搶走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才是很糟糕的事情啊 就是我一直在變 可是我也沒有變過 我寫這首歌 我可以百年來跟你講 我是要製造爭議 因為我知道這歌出來 會非常有爭議 我寫這首歌的時候 是在前陣子前幾年去台灣 發生了很多 很可怕的那種 兇殺案嘛 比如什麼政界 什麼小燈泡 什麼那種就是一些非常可怕的社會經文的時候 其實我大概在那個時候 我大概有這個想法 然後後來寫這首歌 因為其實我 我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立場 可是因為 就看到兩邊的 爭議不斷 所以我是希望這首歌出來之後 有一些探討 然後大家會去討論 那我覺得 可能若干年後 這個東西是要大家共同來做一個最後決定的 所以我這首歌 我當下寫歌的立場 其實我只是站在一個 符合大部分社會人的期待 然後去寫了這個段子 可是實際上我自己本身 我講過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深奧的一個角力跟拔河 對 所以我想要的就是引起爭議這樣子 每個饒舌歌手都會幫自己取很多的名字嘛 就譬如說 MC 他的熱狗 AKA 老夫子 AKA 差不多先生 AKA 平民百萬個性 因為其實我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比較少人知道的AKA 就是寂寞的小水管 尤其是你看我的IG 或者是我的Facebook 其實他下面都有那個小小的樣子 就是寂寞的小水管 對 所以因為我覺得這首歌 其實我很喜歡這首歌 因為我覺得我每一張專輯裡面持續聽 其實每一張專輯裡面都是有大概這種一首 我自己覺得就是非常腦殘的這種嗨歌 就他真的有沒有要跟你幹嘛 他就是要大家嗨起來動起來 可能想要跳舞 有時候你一直在 講講講講講 我覺得是時候休息一下 就是有一個對無腦的嗨歌 其實寂寞的小水管 他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功能在 從頭到尾雖然沒有出現過寂寞的小水管 可是我覺得用他來當名字 非常的跟這個歌非常的合 我覺得他是一種態度嘛 也不去爭什麼特別的東西 就像我自己來講好了 其實我現在還是開一台爛車 你知道如果我是一個成功人士 我現在一定是幾百萬的車子超跑 可是我不追尋這些東西 就是每個人喜歡的東西都不一樣 比如說像我喜歡玩具 玩具的事情 我敢花錢 花很多時間 甚至有時候比寫歌還認真 我追求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這首歌也是有點想跟大家 就是你不用去管那些 別人應該跟你講說 你應該怎麼樣 成功就一定是要非贏不可嘛 對啊 我覺得就是這歌 他雖然是一個聽起來廢廢很魯蛇的歌 可是實際上他是有一個態度在那邊這樣 從大學那時候開始就很喜歡玩具 那時候當然沒有那麼多錢嘛 就是慢慢買慢慢買在網路上挖掘 有時候像比如說我們出國去工作幹嘛幹嘛 我第一時間都會去查哪邊當地最厲害的玩具店在哪裡 有時間的話就是都會去看 我現在是定期就是都會去日本 假借是 帶那個女朋友小孩出去玩 實際上都是 去買玩具這樣 我有幾個 主力的分類啊 一個就是筋肉人收集非常多 然後另外一個是 就是美國的那個HITMAN 就是太空超人的系列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有一點就是跟HIPHOP有關的一些東西 因為其實HIPHOP 其實的世界裡面 他也有出了很多玩具 就各種 惡搞的啦 或是饒舌歌手的玩具 等等 對然後就衍生出來 就一些美式的一些比較 吊卡的東西 對 大概是就是這三種這樣子 就是大概去年嘛 我家在裝潢 然後 我本來想說 現在裝潢 那我要用很多鞋櫃嘛 就裝我的球鞋 後來發現 我真的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如果我真的想 想要把那些球鞋都收到家 在家裡 我覺得 整個家都不用 都是球鞋就好 所以後來我的做法是 我去租了一間倉庫 然後把所有的球鞋就是 留在倉庫 比較長穿的 拿出來 然後定期去倉庫 替換一下 保守估計是 500雙以上起跳這樣子 對 我覺得我自己很酷的地方是 10年前那時候 就AJ這麼火的時候 然後 Nike 就一直不斷的在復刻 然後怎樣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 沒有人喜歡AJ1 那時候大家都覺得AJ1 太普通了 可是試過近前 你看 反而一代是各種 最貴的都是一代 證明的是我真的是 慧眼是英雄的那個感覺 你知道嗎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